哈喽 大家好 我是北哥 今天我们来欣赏网友投稿教主啊 这个玩偶用的佐助会场秀啊 我们看他的名字就叫日波佐助 对吧 所以说他用的是佐助一个1技能 过去对方是日波余啊 兄弟之灯 哎 躲过了 这个地方已经能躲过 很多时候经常是这个地方会被 用的余直接喷起来 提升提升一个霸体开起来 地方牵插 牵插没有插到 一个1技能没有砸到 哎 砸到了 砸到了 但是没有衔接到 然后地方召出 谁谁招出这个通灵啊 这是佐助招出的一个圆魔啊 1技能开始喷了 然后垫一下 这玩家有提升吧 有了 这玩家要提升 提升 好 佐助跑的很快啊 1技能打过去 这玩家招出的圆魔 这时候佐助的危险 被碰了 对方呢 不过怎么有点傻 2技能 放的那么早的啦 现在走一步再放 那个佐助就会被碰起来 大家落地了 1技能打过去 再接个2技能 对方提升 提升之后 2技能回回来 再一个大招 成功的 躲过了对方的 哦 这是躲过啦 只是扛住了对方的地盘战略 一个大招 打得很直大 这一波操作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来看第二回 打的是新的名人 1技能起走 没有砸到 好像 可能踹了两脚 落地 哎呦 给个大招躺起来 再来一个火星 又飞起来 那左方一套连 一套技能下来 左度去的挺对手啦 连人打过去 现在左度开始反击 反击又被人控了 控了提升 基本对方招就通灵 赶紧招出背责 然后把对方控制就可以了 走过来 然后一枪 啊 这时候我们看到左度就剩失血了 如果再被敏弹打一下 基本就挂了 现在就跳迷弹 提升 提升 这一套技能没有打到 一个大招 直接把对方抓起来 这一波操作是不是很险 可失血缓杀 现龙女人啊 然后下一回合 因为血量太少了 最后是我的对方开卡器 那我们最后就看大家的开卡器如何对付对方的开卡器吧 我的心愿吉利是